哈喽,欢迎来到小买车 比亚迪呢,绝对是国内最早一批做插混的车企之一了 早在2008年时就已经推出了F3DN 但大家对于比亚迪插混 更多的印象或许是源自于早两年间那个5秒级别的加速性能 但如今时代变了呀,大人 现在比亚迪最新的插混系统并不以性能为主要卖点 但是呢,却还是能让很多消费者甘心为其等车三个月乃至半年 一个字,绝 那么,比亚迪最新的混动系统有何独到之处呢 咱们今天就借着旁边这辆比亚迪琴Plus DMI来和大家聊一聊 从本质上来看呢 比亚迪DMI其实还是PHEV的一种 只不过大多数的PHEV插电式混动 基本都是基于纯燃油车平台进行油改电 或者是和燃油车共享平台架构而来 和普通的燃油车相比 PHEV版本除了发动机和变速箱等部件保留外 还额外增加了电动机和一大块电池 这些PHEV车型虽然具备一定的串联并联 以及动能回收等模式 但对发动机的利用率却并不高 有电时还好 但没电时的驱动还是更依赖发动机 所以亏电后的油耗表现 其实并不比纯燃油车低多少 而DMI则是将以油为主 以电为辅的混动理念进行了对调 通过大动力电动机与大容量电池组 加深三电系统在车辆驱动过程中的介入程度 还是以我身边这辆琴Plus DNI为例 发动机是专门为DMI平台研发的 消云插混专用1.5升发动机 它能实现最高43.04%的热效率 是目前全球量产发动机中热效率最高的发动机了 而且这款发动机除了在高速巡航时 绝大部分情况下都更像是真诚式混动一样 发动机充当发电机的角色 并且它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变速箱 而是采用了EHS电混系统 能够对发动机和电动机的动力进行混流调节 实现类似CVT一样 没有明显换挡感觉的动力传输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也可以理解为类似于丰田本田一样的ECVT变速箱 而电池和电机部分呢 琴PLUS DNI一共有两个续养版本 一个是55,000米 一个是120,000米 而对应的电机的功率也是不同的 55,000米版本的电池容量为8.32,000瓦时 驱动电机的额定功率为132,000瓦 最大扭矩为316牛米 120,000米版本的数据则为18.32,000瓦时 145,000瓦和325牛米 其中55,000米版本的百公里加速成绩为7.9秒 120公里版本的车型官方百公里加速为7.3秒 从数据上来看 琴PLUS DNI会比同价位的卡罗拉雷铃都好 与搭载1.4T的朗逸动力相差无几 而从实际的驾驶体验来看 由于有电机的加持 琴PLUS DNI的起步相当的迅速 而且在时速80,000米以内时 加速响应也很快 所以在城市里超车变道都显得非常的轻松 能够给足够畅快的驾驶感受 那在80时速以上 120时速以下时呢 发动机的介入是比较轻微的 在车内几乎不太能察觉得到 并且此时是由发动机和电机一起处理 动力呢也是相当充足 但时速超过120的话 加速响应就会明显的变慢了 发动机的声音也开始变得比较大 不过从120到130之间的加速并不会太慢 所以高速超车呢也不会显得特别吃力 总的来说呢 在限速范围内 琴PLUS DNI的加速体验 或者说动力体验还是相当的不错的 这其实也很好理解啊 BRD琴PLUS DNI和其他合资混动车型一样 无非是在不改变便利性以及空间的前提下 带来电动车般的驾驶感受 乘坐舒适性 超低油耗以及养有车少有的加速能力 最关键的是啊 琴PLUS DNI还保持了传统养有车的价格 大家通过表格不难发现啊 同级别的合资HEV混动车型 价格区间基本都比琴PLUS DNI高2万元以上 而且琴PLUS DNI还能额外享受免购置税的政策 这样它的购车成本又降低了1万元左右 算下来琴PLUS DNI的整体购车成本就相比两田这些HEV车型低了3万元以上 同时对于北上广深这些线牌城市来说 琴PLUS DNI还有一个天然的巨大优势 那就是它能上绿牌有新能源指标 相比起仅能在部分城市享受节能车指标的两田混动车型来说 这简直是盖了帽了 如何是和同样有新能源指标的PHEV车型相比呢 琴PLUS DNI的价格也是更有优势的 通过这张图不难看出啊 琴PLUS DNI的价格门槛会比普通的PHEV车型低了5到8万元以上 总的来说呢 如果你有省油混动的需求 或者说你有新能源指标的需求 那么琴PLUS DNI或许不是产品力最好的车型 但至少它是入手门槛最低也是相对产品力比较均衡的车型之一 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会对琴PLUS DNI这么热衷的原因吧 综合来看 包括琴PLUS DNI在内的比亚迪DMI车型 都用更低的油耗 更平顺的驾程感受 以及更接地气的价格来征服消费者 但是这并不代表DMI车型就合适所有的消费者 最合适DMI车型的 走当其冲的还是那些现行现牌程式的程式用户 绿牌的福利在现阶段来说 懂的都懂 其实是以这次试驾的琴PLUS DNI车型为例 它更适合那些完全将车作为代步工具使用的消费者 这些人既没有德系的情怀也不是日系的死忠粉 车主所需要的就是一辆踏踏实实的代步工具 这时好开又好用的琴PLUS DNI就是最合适的选择了 但话又说回来 代步经济家用这不正是十多年前日系车的标签吗 这也曾是很多人选择日系车的理由 而如今琴PLUS DNI或者说BI凭借划时代的DMI混动系统 正在逐步的成为曾经的日系车 这对于一辆中国品牌车型来说 毫无疑问是把路给走宽了呀 对于很多人吐槽的仪表盘问题呢 所以说这个仪表尺寸确实是不是很大 但能写出信息还是蛮丰富的 清晰度也不是不能接受 最关键的是连Model 3那种没有仪表的大家都能接受 而琴PLUS DNI虽然小点 但好歹还有啊 而且反光现象总体的表现也还行 在开车时大多数情况下都能看清楚 其次就是原厂的轮胎比较一般 甚至在我看来 有点是为了追求极致的省油而专门用上的 虽然日常的使用没什么问题 但轮胎的极限太低了 随便一脚大油门都会想拍 所以建议有条件的朋友可以早点换 这样估计还能带来更好的性能 刹车成绩呢也会更好一些 琴PLUS DNI在市场上的日度 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甚至有消费者感慨 琴PLUS DNI现在是一车难求啊 就在国内轿车市场来说 似乎从来还没有中国品牌 这么的苦气洋没过 虽然目前琴PLUS DNI 或者说自主品牌 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 但换个角度想想 如果不是有自主品牌 在推动着国内汽车工业的进步和发展 咱们大多数人会不会还会像上世纪 八九十年代一样 买不起车呢